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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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是长期观看我影片的伙伴 你一定知道一直以来 我都是以介绍Contra 3为主的UP主 先前我也简单提高过几次Unity 但是始终没有制作过相关的影片 以我个人而言 主要的原因有底下三个 第一点 对于初次想要学习游戏制作的人来说 如果直接学习Unity 由于它的功能包罗万象 对于游戏制作的新手来说 学习起旋会过于高 往往会让人感觉到强烈的挫折感 很容易就失去了学习的动力 第二点 市面上组有了游戏制作书籍琳琅满目 但是在介绍Unity时 往往都是以工具介绍的方式来阐述 当你兴高采烈的买了一本书回来自学 往往会陷入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做 这一个步骤 那一个步骤的疑问 当你心中产生了第一个问号 后面的章节 你就会有越来越多的问号 越来越无法阅读下去 导致学习不久 你就会失去了热情 进而弃坑 第三点 Unity的开发方式 以我个人来看 主要是以物件关联属性的结构来运作 面对UI界面上 有上百个可用的元件 有时候你想要做一个想象中的设计 却完全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关联 这会让人感到满满的疑惑 更是让人无所适从 综合上述三点 基本上如果遇到伙伴问我 我想要学游戏设计 可是我完全没有经验 该从哪个工具开始下手 这个时候我都不会推荐他们直接使用Unity 去学习游戏设计 因为那样子很可能很快的就导致他们自我放逐了 那么话说回来 我为何还是要制作Unity快速开始的影片呢 其实主要原因有三个 第一点 Unity编译出来的游戏 它是原生的执行码 换句话说执行效能比较佳 比起C3 C3本身就是一款建立HTML网页游戏的工具 它编译出来的专案结构就是HTML的结构 不会是安卓的APK 也不会是iPhone、iPad的App 甚至不会是Windows的ES1档案 它主要是透过Codora 也就是以前称之为PhoneGap的架构 在执行阶段运作出一个迷你的网页伺服器 让你输出的游戏在上面运作 而这个效能绝对有其限制 相较之下 用Unity所开发的游戏 编译的结果比较偏向是产生 原生的APK、APP、EXE 它的执行效果当然会比较好 第二点 Unity真正可以开发3D游戏 这点是非常显而易见的 Unity它本身就是一款 让你开发3D游戏的工具 想当然 如果你要拿它来开发2D游戏 那对于这一款工具来说 也只是一个紫集合罢了 虽然说C3也有小程度的资源 开发3D游戏 但是相较于Unity 也就是小虾米遇上大鲸鱼的情形咯 第三点 而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它的市场占有率非常的高 因为这里我只是做影片 所以我就懒得去收集 什么相关的数据分析啦 但是在我的印象中 市面上热门的游戏主要是透过 两款开发引擎制作的 一款是虚幻引擎Unreal 它的主要产品都是3A大作 好比说蝙蝠侠阿卡汉 剑铃 战争机器 刺激的手机版 我的世界地下城 然后最后我再刷一波7开头的游戏 轩云剑7 仙剑7 太空战士7重制版 另外一方面 Unity则是较常拿来开发中小品 但是却非常热门的游戏 好比说 炉石传说 太空狼人杀 糖豆人 返校 Overcooker OPUS 纪念碑谷 马里奥赛车手机版 传说对决 王者荣耀 等等等等 这些都是你在Steam Apple Store 或者是Google Play上面 耳熟能详的超热门游戏 综合上述三点 之所以想要制作Unity 快速学习影片的原因 就是想要提供那些真正想把游戏最终输出到游戏平台的销售伙伴们 而不仅仅只是想要入门学习游戏设计的人 所以如果你还是担心路坑痛苦 我建议你还是回去看看我制作的C3教学系列 会对你比较有帮助哦 好那我们回到这部影片的主题 Unity Quick Start 快速入门学习Unity 这个系列的影片 我的教学方式主要锁定为QA模式 也是透过一问一答的方式来进行教学 这也来自于Unity的特性 以我个人的学习经验来说 Unity如果你是透过书本的方式来学习 那真的是会四倍公办 因为它是一款非常图形界面的游戏开发软体 一般在市面上教学书籍 很多都是采用Unity整份工具的介绍 打个比方就是 这边有一颗按钮 然后我可以做什么 但是对于学习者来说 特别是新入门的学习者来说 你现在跟我说这么多的工具按钮 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去学它 这会让人非常的失交 另外一种书本的常见配置则是 它会附赠一片光碟 然后在书里面它会要求你 打开它的案例1234 我觉得这种学习方式反而会让人有一种物理看花的感受 我觉得这两者可能都不太合适 回过头来我还是很建议大家在入门的时候 多多采用影片的方式去学习 你可以去网络上搜寻Unity的教学 透过影音的方式来学Unity会更有效率哦 那么我们入门学习Unity是不是就不用买书了 我也不是这样说 在这里我还是诚心的建议你 你能就是要去买一本Unity的书 走访书局挑一本自己直觉上感觉喜欢的书籍 你可以翻很多的书 你去看它的书本内容 每个章节 它里面在说些什么主题 买回来之后 你可以把这本书当成字典 当你有需要或是联想到 我大概有什么事情想要做的时候 就可以把那本书打开来参考 这样会大幅降低点学习曲线 好 在我们这个系列的第一个question 就是如何开始Unity 整个篇章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如何开始 首先你当然要到Unity上面去申请一个Unity的账号 你可以在Google上面打入关键字Unity 连接到Unity的官方网站 然后点选右上角的人头 Create a Unity ID 你可以输入账号密码去注册 但我个人是比较偏好使用下方的 Google单一账号进行申请 这样我后面的流程会相对简单 好了 我们回到官网 在Developer Tool的分类中 你可以选择Download Unity 在这个画面中 你当然可以找到Download for Windows 不过如果你是使用其他平台 好比说像Mac或Linux 你也可以选择Download Other Visions 这里我就不展开咯 接着你会看到它下载的是一个叫做 Unity Hub Setup.ese 这边它是主要安装一个Unity的Hub 而它的功用就像是你在下载Steam平台 BattleNet平台 或是XBus的平台是一样的 在那些平台你会安装不同的游戏 但是在Unity Hub这个平台上 则是会允许你安装不同版本的Unity开发工具 当你安装完Unity Hub之后 开启Unity Hub 这个时候你就会需要登录你的Unity账号 如同前面我提到的 我个人偏好是用Google的账号去登录 所以点选下方这里 有一个Google账号连接 选择你要登录的账户 好 登录账号之后 第一件要做的事情 就是要启动你的授权 在齿轮设定这边 点选到授权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按新增 然后取得免费的个人授权 在取得个人授权 有一点要注意的是 如果说你经营的公司或团队 资本额并没有超过10万元 则可以使用个人版授权 让我们重新整理一次 这时候你就看到 这边这里有一个个人版的授权 一般来说 在你申请个人版授权后 三天这一个版本就会过期 到时候你就必须要再重新启用授权 好 接着让我们来安装不同版本的Unity 这边我会建议你 安装一个稳定版本的Unity软体 在右上角点选安装编辑器 这里会看到不同版本的Unity 一般市面上可以看到的书本 都是用2019年这一个版本 当然也可以依据你个人的需求 选择它建议的版本 好这里我们已经完成安装了 2020 3.7 F1 下一步呢 让我们开始建立一个新的专案 点选右上角的新专案 点选所有范本 我们假定要开发一个3D的游戏 所以点选3D的新专案范本 接着点选右下角的建立专案 等它专案建立完成之后 就会开始开启你的Unity编辑器 好啦 这边这里就是当你开启Unity新专案的时候会看到的画面 中间这里就是一个场景 你可以透过滑鼠的滚轮往前或往后 按住滑鼠右键则是可以旋转这一个世界观 按住滑鼠中键则是可以平移这一个世界 按下播放键 可以看到你建立这一个世界的视野 至于怎么开发就让我们下一次再继续说明啰 好了 针对Unity 我们今天真的只进行了申请账号 下载软体 启动授权 以及开启一个新的专案 这些超级入门的事情 我知道对于很多Unity老手来说 这些事情到底有什么好讲的 但是对于那些刚入门的伙伴来说 这些事情往往才是阻碍他们踏上伟大航道的重要绊脚石 我个人是希望透过这个系列的影片 协助各位如果想要快速入门Unity的伙伴们 一条学习曲线较低的捷径 让他们可以愉悦的进入Unity开发游戏的这个目标 好了 到了最后 我这边真的非常感谢你看到的最后 如果你有任何疑问也欢迎留言告诉我 让我知道在我能力范围内 我会尽量的回复你 如果说你喜欢这支影片 还请按赞订阅加分享 我是中意使用中飘逸的意 那就让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期见 ZozozoZola